對臺灣來講當然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臺灣這個 可能在可以說從1979年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受到美國的關注 包含我們這一次的這個APEC的 代表張宗摩 可以說是首次的從臺灣加入APEC以來 首次的跟美國的 副總統進行會談就是 從來沒有的這個前例 當宋楚瑜當時去APEC 也頂多是跟美國國務卿 見過面 所以可以看出來美國的 副總統彭斯 不但跟張宗摩見面 前陣子彭斯還公開的稱讚 臺灣的這個民主的發展 另外也指責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外交打壓 當然臺灣就是喜的地方 但是憂的地方當然還是因為 中共最近從這個 今年以來已經有整理四個 對臺灣邦交國的挖掘 當然也引發了美國國務協的注意 而且也試圖做某種一些動作 來進行一個彌補 但是不管怎麼樣 臺灣現在面臨到這個 中美兩個貿易大戰 或各個大戰的情況下 第一位 當然我們還是要戒慎恐懼 那蔡英文基本上 他還是要相當的冷靜 也沒有成為像陳水扁時候 對美國來講是一個 Troublemaker 是個麻煩製造者 而且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這次的這個九合一大選 很多的國際媒體都認為說是中國的大勝 那當然相對來講似乎是美國的大敗 那美國是不是認為是大敗 所以我覺得大陸這次對於這個國民黨大勝 我覺得他們態度相對是比較冷靜的 也並沒有搞到這個喜不知深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會不會認為 因為這次大敗 而希望在明年的總統大選 對蔡英文有更多的實質 或更多的幫助 來讓蔡英文的政選 能夠延續下去 因為的確 現在在這個中美的這個關係來講 臺灣已經成為美國印太戰略 不可或缺的一環 所以對美國來講 與蔡英文是有比較大的互信 甚至這個互信基礎 還高過跟爛行德